不干杨子晴曝光两人出轨证据 陶哲昨日把动作发声明 表示要对救爱采取法律行动 杨子晴也飞省油的灯 再度对媒体透露 两人已交往六年 并在微博霸气回应 律师我也请得起 同时他有加码爆料 他和陶哲的新闻报道出来之前 陶哲还在联系他 称自己7月初将到北京参加活动 希望与他见面 但杨子晴并未答应 并称与陶哲在一起六年 对这个人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不想与他再有任何接触 而7月2日 陶哲恰恰在北京出席某典礼 更让人惊讶的是 杨子晴现年23岁 又聚聚属实 恐怕17岁未成年时就与陶哲交往 对此陶哲所属的唱片公司 种子音乐表示 7月7日会举办记者会说明 在这之前对任何事情都不做任何回应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爆料 陶哲手上握有板倒杨子晴的重要证据 可能会在记者会上当天公开 优酷娱乐 真理报道